写出两个与三分之二相等的分数 我们先用图来表示出三分之二 画一个长方形 并把这个长方形平均分成三分 一、二、三 好了,现在平均分成了三分 每一份是整体的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表示三分中的两份被涂上颜色 要写出两个相等的分数 我们还需要借助这样的图来思考 因此我们把这个图复制两份 看这个长方形 如果横着把长方形分成两份 那么就会把原来的每一份都平均分成两份 这样长方形就被平均分成了一 一、二、三、四、五、六份 其中涂色部分有几份呢? 一、二、三、四 有四份 六分中的四份被涂上了颜色 所以涂色部分占整体的六分之四 观察图可知 三分之二等于六分之四 如果我们横着把长方形分成三份 那么就会把原来的每一份都平均分成三份 长方形总共被分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份 涂色部分有几份呢? 涂色部分有 一、二、三、四、五、六 有六份被涂上了颜色 涂色部分就占整体的九分之六 从图中可以看出这三个分数相等 就是三分之二等于六分之四等于九分之六 如果把这三个分数在竖轴上表示出来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先画一条竖轴 在竖轴上标出刻度零、一 把竖轴上零到一之间这一段平均分成三份 每份就占整体的三分之一 从零开始 依次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二 我们把这个图复制两份 然后再把竖轴上从零到一之间的这一段平均分成六份 像这样分 一、二、三、四、五、六 那么从零开始 一、二、三、四 这里就是六分之四 接着我们还可以把竖轴上从零到一之间的这一段平均分成九份 像这样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那么九分之六在竖轴上的哪个位置呢 一、二、三、四、五、六 这里就是九分之六 从这三个图上可以看出 这三个分数在竖轴的同一个位置上 由此可知 三分之二等于六分之四 也等于九分之六 两分之四 感谢观看